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星表示 港交所的主要工作是确保中国和世界继续联系 港交所将会在欧美设立办事处 以吸引更多外国企业在香港上市 上任大约一年的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星 将会在下个星期出席瑞士达旭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他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港交所的核心目标是要确保继续让中国与世界联系 任务并非简单 但这个是港交所必须要做 他指出内地非常希望确保本港继续融入国际市场 但地缘政治环境极其敏感 加上疫情持续反复 令港交所扮演的桥梁角色变得更加困难 下个星期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是相隔两年以来该论坛的首次实体会议 欧冠星将会和港交所主席史美伦 杜达旭斯向各国官员及企业高层和投资者 推广本港市场 而本地媒体也引述欧冠星表示 港交所计划在欧美两地建立办事处 以便接触更多海外投资者 吸引更多企业到本港挂牌 具体地点将会在稍后公布 目前港交所在新加坡、北京和上海都设有办事处 今次将会在港交所在亚洲以外 签纳首个办事处 金融时报引述的统计资料显示 今年第一季本港的新股集资颜 按年大减九成 创金融海啸以来的低位 同时超过150家获批上市的公司 至今仍未正式开始招股 欧冠星同意未来三至四个月 或直至明年新股市场 仍可能面对很大的挑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